今天是11月9号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面 A股连续两天说量洗盘 那么调整进入了末端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了 随时准备新一轮的进攻 目标六四天线不变 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啊 不要被吓到了 不要被阻力给蒙骗了 为什么这么说 它是洗盘 其实有两个信号 值得大家警惕 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盘面 今天整个市场表现的是 非常是平稳 以后我们看一下涨 扶居前的这些板块 你会发现今天是谁在涨 医药对不对 医药再次迎来了一个上涨 那么医疗细腺中药等 这些都在涨 新冠治疗这个方向 表现比较好 那从技术方面来说啊 医药具备持续爆发的动力 大家看它是属于一个怎么放量上涨 其实说白了 这个市场主线其实已经很明确 我刚才跟大家说 连续两天说量是洗盘 什么意思 大家如果仔细去看一下今天的盘面 包括昨天的盘面 你就会发现这一轮上涨 其实市场 缺少一个 非常重要的是 什么 灵魂 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市场这一轮上涨 是不是缺少灵魂 如果你看前面在这里反弹的过程中 明显的告诉你 主线在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 对不对 主线在医药医疗 但是呢 这一轮反弹的过程中 每天都有一个热点崛起 上午可能是拉这个板块 中午可能拉另外一个板块 下午又是拉另外一个板块 大家觉得是不是 所以这一轮反弹缺少主线 导致的它连续在这里出现高位 缩量 其实缩量就是为了洗盘 洗盘后怎么办 主线再次崛起 那接下来市场的核心 重点在哪里 我们来看啊 作为杀跌主力的北九板块 在这个位置也是出现的震荡 那么北九在这个位置怎么理解 其实这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反弹后 它有一个目标 反弹目标 同样的是奔上面的六层线 它调整的幅度比较大 但反弹的目标还没实现 我觉得在这里啊 随时都有可能再次迎来一个超跌的反弹 就是说再次冲高的一个反弹 所以北九在这里 大家没必要纠结 因为什么 在这个调整过程中 它并没有出现放量 如果像前面这样 大家看一下出现大英镑 放量杀 那么它就进入一个新的下跌周期 目前来看还没有这种信号 所以它反弹仍然有持续 好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离电池 离电池大家看 再次出现了一个冲六十年线 离电池这个时候 我在前面就提醒了多少次 大家是需要注意 需要小心的 那么我们来看 它在这个六十年线连续冲了几次 都没过 不排除 再次满下调整 其实离电池啊 这里抽跌反弹 我觉得后期如果能震荡 红盘更好 否则的话 再次满下撒跌的概率是很高的 从这两个前期压盘的节奏的主线来看 明显的北九还具备反弹的空间 但是离电池 新能源这个方向 已经反弹到六十年线了 几乎是差不多到前强压力位 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什么市场震荡 对吧 大家都出现分歧了啊 想卖的不敢卖为什么 怕他持续拉高突破 但想进的这个时候也不敢进 也不想进 因为他已经到了反弹的一个前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压力位 对不对 怕他出现突然跳水杀跌 那我刚才说了 这个位置连续缩量是极致洗盘 调整的末端 为什么说是这种情况 大家看 他就明白了 今天的信创板块 出现了一个调整 造盘 跨速杀跌 杀跌以后 这里又拉了一下尾盘跳水 但我想问一下大家 信创从今天的盘面看 你觉得它是出货吗 大家觉得是不是出货 不是出货 对吧 它的走势 其实就像是什么 边拉边洗 对不对 这里洗一下 好 这里拉一下 这里再洗一下 明天会不会再拉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 它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是透露出洗盘的末端 看这里 个股 大家看 卫盘有多支人期票 核心票出现跳水 下跌 纪念党 终于跌停的 对吧 连续上涨上涨 终于来了个下跌 那么这里 高位票 补跌 就是 调整的末端 大家记住啊 高位 人期票 补跌 就是调整末端 那么高位 人期票 补跌 是机会 还是风险 我觉得 是机会 为什么 因为它在这一轮上涨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怕呀 是吧 它天天在那里往上冲 很多不敢追高了 所以很多资金在盯着它 盯着它干嘛 等它调整下来 我觉得好抄底呀 大决筹 你是不是会这样想 其实大家都这样想 就想要它调整下来 我来抄底 好 那你说这个调整 它会 大幅度调整吗 不可能 它再杀一下 就会有资金再去抄底的 对不对 所以呀 我说这是调整的末端 你一旦有大量资金抄底的话 将被带起来 不仅仅是它 还包括前期的人期核心 大家看 哪天 早盘就快速跳水 以后出现了一个杀爹的动作 但是这个杀爹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今天这个杀爹是出货吗 大家觉得是出货吗 看量能就知道 这哪是出货啊 对不对 感觉这就是什么 主力资金在故意制造 恐慌了 对吧 说量 说量大跌 这不是吓人的节制吗 就是把里面吓出去 好 那我再第一位 再把这个筹码接回来 以后出现一个突然的拉伸 不就达到一个洗盘的目的吗 所以大家记住啊 南天信息 他出现大跌 不要怕 不要慌 他如果有急杀 杀到下面的支撑为附近 也就是这个三十天线附近 大家是可以考虑做一个低息博弈的 一旦博对了 那告诉你 就是一个大长腿 以后 他杀这种南天信息 杀经验达 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告诉你高位补跌 代表说这一轮调整要结束了 随时都有可能迎来 绝地反击 当然还有一些前排的也是需要注意的 对不对 这是今天盘面的一个变化 所以综合来看市场出现了这种变化 那接下来市场要是反弹继续进攻的话 焦点在哪里 我们来看板块 其实这一轮反弹 我刚才说了 看到就说了 轮动很大 今天可能是这个 明天可能是那个 可能一天之内有好几个板块轮动 所以大家赚钱 胜利很难持续 尤其是追高的 打板的 很容易冲高回落 是什么 高位站桿 当然也有一些是核心票 连续大涨 连续涨停 但是这种毕竟是小数 所以接下来市场的核心 还是在这里 数字经济和医药医疗 包括军工都可以留意 就好比说数字经济 大家看一下 明显的今天是一个缩量的一个调整 你说这是出货吗 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里调整后怎么样 随时都有可能再次的放量进攻 那就是说这 如果他放量再次进攻的话 想想会不会把整个人气给带起来 这里数字经济 刚才说的信创是一个主线 还有就是数字货币 大家也需要留意 大家看数字货币 今天出现了一个跳水 以后杀低的动作 昨天很强势吧 拉出一个长 下影 就是一个大长腿 按理说 今天要什么 要冲高继续进攻 但是他并没有 其实这里很明确 大家看这里 长阳 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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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阳 是不是 那你就等着他调整后的一个长阳进攻 格尔软件都出现了一个高位的一个杀跌 尤其是格尔软件都出现高位放量杀 其实这个票我在前面跟大家说过很多事 对吧 他的这个明显 大家看一下 拉一天 打一天 拉一天 打一天 如果你在高位去追 是不是就上当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数字经济性创 还有就是我在这段时间重点强调过的医疗医药中药这一块 大家看今天中药可以说是非常之强 以后今天促进一个放量上涨 那么他突破了这个位置 还记得我前面跟大家说过 我说中药的目标就是这个位置 这一段反弹 对吧 是不是被说对了 所以手中有中药的链飘在大涨的 继续躺 继续看多 他反弹没结束 但是到了今天 我就给大家提个醒了 已经到了前期的重要的关口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强压力位 这马上逼近来 如果再次充高的话 你就要小心了 小心了 获利盘出逃 或者高位压力 这个时候 获利盘开始保路了 一旦跑路的话 可能会迎来一个调整 这个是大家需要紧气的 不要一味的去顶了 当然 个股有些清起来的 是值得大家 去留意的 大家看 今天又有多支票涨停 对不对 那么从市场节奏来看 新一轮的核心 可能会是在 这些票里面 大家看一下 特一要业 最近是连续走强 那么大家是短期需要重视的 因为这个票有优势 它是属于次星股 另外一个盘子比较少 才20多亿的流通盘 它走一步强势上涨 也是有这可能性的 这是大家需要重视和留意的一个方向 当然啊 还有一个方向 就是我刚才说的军功 对不对 军功的话 最近是利好不断 所以大家也是需要留意的 还有就是军功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大利好 什么大利好 外围战争 有可能扩大化 或者说赢了大决战 那么对军功来说 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 那么这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长阳进攻的一个动作 所以大家是可以去重视和跟踪的 这是题材主线方向几个需要留意的 当然从权重来看 目前整个权重板块 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券商了啊 券商在这个位置 大家看 属于一个缩量调整 而且这个量能缩得很厉害 什么意思 资金并没有出逃 随时都有可能进攻 一旦进攻突破六十年线 那么他就进入了一个加速上涨阶段 反弹阶段 那他的一个新的周期又开始了 所以大家是值得重视的 从今天整个市场的一个节奏来看啊 大家没必要慌 没必要慌啊 尾盘这个跳水 我觉得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吓人的动作 逼大家在这个底部啊 在这个尾部割肉 大家看下这里是不是量能放出来了 割肉好 那随时都有可能再次 迎来一个中长阳返金 那这个时候你 要去参与的话 就必须去追高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 好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一期的视频 Buddy 感谢观看